竞争吧你们就 那蒙瑞在旁边狂喜 嘿嘿 该我上场了 哈哈 这很符合蒙瑞的讲话 是吧 嗯 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紧 皮蛋 上来先打一个瓜瓜已经冲到了近点 直接抓到了珠方一波 精准的一波双杀 娃娃打完这一波转向头 看向皮蛋说 皮蛋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一面很大哦 不好说 现在我觉得KZ的控制 也是非常强的 那就目前来看的话 正面的这一波 目前狼队的势头 是有点旺的 凤年都杀到家里了 来三杀的瓜瓜 这个时候VK是将近区的人 清掉了吧 凤年终于清掉了 拔掉了这个钉子 那皮蛋就在侧地 瓜瓜又来了 这边就打了一手接力啊 佩佩在目前的山顶当中 起屈 效果还可以 嗯 现在KZ要面临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重界狼队现在非常容易 就能够打到他的家门口了 非常轻松 并且命数上面的压制 其实也是有一些的 小铁门 罕见的一手三杀精准的枪吧 也仅有三杀 你看命数拉平了 对 想扩大优势 KZ这边 但是狼队没有给机会 凤年 我要是水池这个地方 看能不能往前去推一点 中路四号位的是谁 掉了 时间 时间很关键 现在仅剩46秒钟了 一个点都没有踩下来 狼队打控制这张山顶就是这样子的 他的进攻方打的会很慢 哇 现在其实反而轮到KZ给狼队施压了 防守 哇 酸奶已经到了禁区 酸奶甚至已经到了复活点 小天盘这边是围绕着队 围绕着这个金库去守点 是的 时间 时间 36秒钟 KZ拖时间不就有了吗 而且 怎么一瞬之间这个命数 被 KZ给打回去了 是谁杀了这么多人啊 南疆吗 你现在看下来确实是南疆 小天盘其实也还可以 一个6一个7 不对啊 讲道理应该是狼队一直都是领先的呀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呢 哦 刚刚酸奶压了一波禁区那一波 打鸡蛋 你们先把厨房输入 那再输啊 来来来 那就打A吧 这种节奏有点大了 打A吧 打A吧 可以 可以 上来是进攻 想要去确定自己的进攻目标 选择A点 同时中路也要去展开进攻 后年 后年 先打掉一个VK 哎 不漏了 后年 三个打光了 打了这么久 被南疆给发现了 等化枪啊 南疆有等化枪 VK 你怎么卸开利爪啊 如果把进攻 哦呦 出锅清下来了 完了呀狼队 要推出去了 要压复活点了 南疆也来了 狼队最波可能要遭咒啊 是的 你看现在已经有四个人头的领先 同时大招还在 空队地再炸一个 合理吧 哎 一个都没炸掉 嗯 没关系 哎 但是我听到了爆炸声了 你听到了吗 没有被防爆防啊 那从感觉 反正 这击沙桥上是没看到的 完了 位置被锁了 KG的控制 好像真有点说法 你别说 这一波皮蛋的四杀 这个将领先 直接搬到了 现实镜落后一个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有说法 你别说 你说 这我们已经开始了 这个废话文学 来来看一下 车谷的话 凤年这个时候把进区 这小天板先处理掉 安仔这边找机会去前顶 他其实 肩妹者是可以开的 现在15比14 有一个人是领先 如果他想捆雪球的话 是可以选择开的 但是这边是错开了 他并没有选择直接去找 安仔 KG他 换编中作为进攻方 也不是很好去拿点里面的 站点时间啊 现在看到时间也 慢慢的已经 来到了40秒 哦 安仔这边 你看安仔的 歼灭者省下来了 但是他把 他刚把酸奶的歼灭者打掉了 断了 对这波其实很赚了 有两个先面断 皮蛋 这一把我觉得狼队赢面有点大了 因为现在禁区非常容易渗透到禁点 中午西琴在打赢 那同时 皮蛋那个位置拖点足够多的时间 跟呱呱形成交叉火力 或者形成补强一换一 这波都不算亏 对 但对于KZ来说 他已经把 B点拿下来了 完了 现在对枪上面 好像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 而KZ 抱团准备往前去追 安仔能打几个 完了 只换了一个 谁说一面打 别急 别急 六打五 开不开大招 安仔开了 安仔最终还是选择开启了自己的歼灭者 就怕他白给 应该是不太会的 他有五发 他说见面者的神啊 他说见面者的神啊 可以选择换个方向走 不往泳池走了 没错 这见面者开了 这等于说劝退我了 这有点像赶羊 羊都跑了 他往赶到了凤年的脸上 凤莲是掏出了自己的 全自动的一个 这个冲锋手枪 你看他掏出了一个手枪在这里去架 在厨房这里架住 KZ 对 现在就看要么凤莲要么戏情 这两个位置很关键 能不能换 一换一其实就好 不说多就换一换一 对 来了来了来了 激情 先看你的 再看凤莲的补枪 哦 一花二 这个是个关键点 他好像提早到狼队的信息 哎哟 完了呀 这还有附和弓的情况下 这怎么一打三呀 没了被锁了 位置很尴尬 2比0 别强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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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是吧 他们没用了 我们不打不打 你们可以从六项门注 可以从六项门注 这边赶紧再沟通一手 调整 我觉得狼队现在 狼队感觉就今天 就我觉得很奇怪 狼队现在个能力 包括细节已经开始 现在跟KZ去打一个 开始拼细节了吗 都开始 他打KZ都有点吃力的感觉 嗯 小天马 开炮了 呃 怪怪的 总感觉 今天打KZ狼味没那么冲啊 狼味 就你会发现 现在啊 三张图打完 第四张图 你会发现每一张图都有状态不好的 都有战犯是吧 对 狼队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狼队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没有办法所有人的状态都在一条线上 就不说拉胯吧 就是说你做到一个最基本的 不要犯错 或者说也不要你去立功 就很难 看等花枪能收几个 两个 还在找人 西行也开炮了 这是四杀了 对 西行的炮也在找人 看到了 19比16 这人数如果要稳住就好了 那看一下 KZ这边还是有两个大招的 这两分的人数的领先 其实 在大招面前 就跟没有一样 关键是看KZ放不放 是的 冰箱上面狼队有略微的领先 而KZ有两个终极技能 Friendly Predator Missile Inbound A抓了 哦 这个弓完了 凤年这个弓是把自己给淘汰掉了 有点可惜的 那等于说他这个弓是被利抓给消灭了 嗯 12比12 怎么狼队会在这张裤子上打得这么吃力呢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在去想的一个问题 狼队是怎么能够跌落神坛的有点这么快了 现在有点吃力了 甚至说 选手的状态起伏也有点大了 对 10打5 KZ这一把可能有点危险了 狼队通过自己的个人实力稍微拉开了一些 同时的话B点也在不断的踩了 那这样的话是B的KZ的人不得不来到边盘附近 B点 呃 没打进去 6打3 稳住 应该是有了 KZ的人已经被关在了雕像附近了 没错 已经被包围了 P蛋 这边准备贴近战 去收人 同时安仔从另一侧进攻 二小这边收掉 今生一把G了 G位置也被锁定 CZ最后一枪 直接带走了佩佩 2比1 还是有机会的 打正面吗 你们接着正面吧 嗯 没有怕 他们这把应该要打正面了 芬莲我起锁了芬莲 我装了起锁 崩塌了 来看一下 这边是要中路开大 直接拉起复活弓 强行去奔 歼灭者 安仔 这边是开启歼灭者 直接想要去从 泳池这个方向去往前推 但是并没有 他选择让凤年过去 然后同时自己来到周落 拿到了一个双杀 上来想直接通过闪电战 拿到优势 鸡蛋开启了 最早看看效果挺上 我觉得这个节奏 才是狼队的节奏 就这 现在这个 大招的combo 以及这个 编路的 个人能力的爆发 同时带来全面的一个 地图控制的一个 蝉食 影响到KZ的一个 进攻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才是狼队 狼队 这波肯定要推了 果然如此 一波刷屏之后 24比15的命数 在往前推 卧室 有好多人 全部都接住了 卡复活点 暗胆也在 KZ这波肯定要刷了 这12个太多了 这个不可能了 这个真不可能了 这个神仙来了 我估计这个 这么多14个人头的领先 这真的没法翻了 耶稣来都救不了 是吧 这一分狼队是吃定了 你看狼队他只要有一波爆发 那KZ是完全招架不住 嗯 最后三条命数 不配 小天蛮 其实我说你看到天蛮 他的枪还是有一点高的 至少他在慢慢 他在真的 他的强度正在慢慢提升 是 16比1 2比2 好焦灼呀 这爆破焦灼 控制也打这么满 嗯 唐唐是不是在看啊 唐唐唐 唐唐你能把衬衫脱掉 脱掉看比赛 文明观赛 我感觉这一场 就如果是爆破的话 标准一点好像也可以理解 但你这个控制模式不应该啊 是的尤其是你有大招的时候 KZ真的强了 也只能这么理解了 你确实只能这么理解了 你可以拿一波三连杀 小天蛮再开炮 干这一波 人员 和中技技能的衔接做就很好 上来拿到了一个五个人头的领先 这个时候还有三个大招 这边呱呱只有一个大招了 对于狼队来说 这局情况不容乐观 在落后六个人头的情况下 天哪 还要面对利爪 哎 白给了 一几个利爪白给掉了 佩佩局撞的好像还是不错的 看能不能把自己家门口的人清干净 哦清干净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对 KZ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作为防守方 对面并没有抬到任何格 同时自己的命数是领先的 而且KZ现在最关键是什么 他们有足够多的人数领先 去让他们去做一些非常大胆的换人 他哪怕一换一他都是赚的 而照现在这个趋势来发展的话 哇 同时有两个大招 有人数领先 有五个人头 我觉得KZ一面真的是非常巨大了 嗯 要看一下狼队能不能依靠他的两个功力技能啊 后面有个弓 能打 有殲灭者 七个了 又扩大了 挺难的 17比10 哇 17比9 佩佩的控制模式的发挥确实很亮眼 他拿狙已经拿到了21个击杀了 是的 这把狼队有点都远了呀 看一下舍不舍得太重力技能吧 其实可以开一个 但时间那有点不够 或者 看一下能不能把A点给秒下来 应该是要去打局点了 大招应该要憋到局点区去用了 对 现在再用的话太亏了 对 因为他知道KZ的大招也已经好了 他这个手如果选择 完了 佩佩 他有没有 他没有选择 还好还好 他没有选择拉弓 九大三 有机会吗 贝加 没有机会了 这真没有 耶稣都救不了了 诶 但凤年拉弓了 啊 呃 这个有点 说实话这个弓还不如不拉 可以留到下一步 可能是误触吧 我感觉 我感觉 对 我觉得应该是误触了 因为落后这么多的情况下开工 说不过去啊 他应该再早一点开 开工了开工了 如果他要开的话 他没工了没工了没工了 直接打 我去中贴了 那肯定就空中了呀 你拨工一没的话中路那个点就拒薄弱啊 直接就平推了 老KZ这边啊 完了 那他有工你没工 不容乐观啊 佩佩这一工拉的还OK吧 小天蛮看一下这个战中机器效果如何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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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禁区已经沦陷了 这真的没了 禁区沦陷了 面对是大招的combo 天呐 现在就疯狂换人啊KZ 不对劲啊 现在KZ秘书又是领先的 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现了小小的问题 就感觉好像狼队他的人有点各打各的 那导致你的阵型被分 分散的时候呢 接着就很容易给你刷一波 刷一波平了 我感觉狼队忘掉他们这支队伍强的点在哪了 就他们现在已经 是个人实力吗 对他们之前强是强在个人能力 但是现在反而他们没有办法去打自己的个人能力了 因为他们现在在补他们的体系的一些东西 就是他们强行的在去补这方面的东西 导致选手有些时候不敢操作 或者忽略了个人能力的一些发挥了 还是很难的六个人头呢 太注重于这个体系了 然后导致自己的发挥有点畏手畏脚了 没错 就这五名选手的能力我觉得 除了呱呱吧 但呱呱个人能力也是很强的 但是现在他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新阵容包括多次更换位置 包括换打法 他们可能说好不容易练了某一段时间 练了一个星期 或者说练了半个月 那突然间又一套新的阵容 他们就得把之前的阵容全部忘掉 或者说太多了 他也塞不下这么多 对 那没有机会了 2比2了 有没有翻盘的可能性 狼队 皮弹 你还有一个终极技能 没了 2打11 没有了 没有了 拿下了这场控制的胜利了 天呐 很奇怪 真的 KZ确实强 你看男将 我就已经 不是说吹他了 他这个都不需要吹了 这真的是今天 现在总共四场比赛下来 男将四场数据第一吧 是的 是不是 这还需要吹吗 天呐 这超人啊 原来他就是KZ的展狼的人 猎狼人 他的猫耳朵 原来不是猫耳朵 是狼耳啊 是的 披着猫耳的狼 恭喜KZ控制4比2 战胜了狼队 现在比分来到了2比2 2比2这个比分 可能很多玩家在赛前没有想到 可能即便想到了 没有想到会是 选出这张高铁战也不意外 狼队要去跟你拼正面了 如果说这张图都没有拼过 那我觉得 那真的就狼队出大问题了 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等于是底牌了 真的狼队没拼过的话 琴九跟Astro估计已经笑死了 笑晕了 他们现在看到了这只狼队 已经不足为据了 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时间去研究对手 更多的是要想办法解决自身一堆问题的情况 对 就感觉现在看到的狼 并不是一只狼 而是一只小猫咪 哎 没子弹了 哎呦 难受了 开局各点都有损失 我走吗 你接着去二楼你挂的 别别顶穿了 我这把不去下面了 我这把不去下面了 拿到了第一分的优势之后 那把调整自己的战略 防守被KD打 KD这边很聪明 直接打了一手防守的 主动的一波前顶 但是凤年这边直接穿墙 穿烟带走了包包 凤年看到右下角的镜头当中 他已经把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 嗯 开始变身了 是的 这个这个发色跟你的很像 哎 那是的吗 哈哈哈哈 同款发色 那是的吗 看一下 啊 这反应 我都没有看到这个人 这边这位皮蛋直接收掉了 二打二 皮蛋这边位置已经暴露了 点了两枪 象征性的给了几枪 KD这边是直接避开 是 重新再次的隐身 在狼队视野里面隐身了 时间还够 作为进攻方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而KZ的两名防守队员其实是分开的 哎 感觉Vicky Vicky 很专注 你看他 你看他的这个眼神啊 尤其是眼珠子 根本就没有往小地图方向撇 他完全在看正前方 哇 你观察的好细节啊 齐哥 是的 因为他眼珠子如果转动 他的那个镜片会有反光 专业的 你看 瓜瓜这边也是很专业 很专注 酸奶这里 看一下他的镜片反光 感觉不是很集中啊 瓜瓜这边是很集中 酸奶这边不是很集中 哎呀可惜了 这个包 差了一点点啊 包带过来了 来这边是要下包 正好借着这一手高铁路过 是的 把包装了 那这边必须要主动出去 强劲去拆分他们 一旦 让他们来到包点的话 皮蛋的优势就荡然无损了 他现在可以抓一个空隙去 偷 哎看到了 这边是一个侧身 啊 皮蛋 别急 啊 皮蛋 完了 强拆了 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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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拆掉 我没拆掉 别急 又反转 反转反转反转 再反转 哇 这个 几秒钟的时间 我们俩上演了 穿剧变脸 是的 这边要拆包 8秒 7秒 如果这个时候完成击杀 那赢了 啊 又反转了 他一个骚钢给他吓了 哎 他吓得有点屌啊 他一直挺过来的 过来给我来个默认 等会儿给他吃了 叫一下 我去吧 我要吓了 什么时候做解说还要吸氧了 我的天哪 他竟然选择以弹幕最多的方式 拿下了这局比赛的胜利 太吓人了 我已经想到弹幕 弹幕就是啊 啊 问号 算来这边是先将皮蛋收掉了 拿到了上来人数的第一个人数领先 啊 缓一下吸口氧等我一下 真的得吸氧了 我觉得选手自己都已经心惊肉跳了 你刚才皮蛋给自己打笑了 是的 如果输了的话就不笑了 哪里掉的 上来就掉了 直接在连接位 你可以看那个小叉叉 现在就在进攻方的那个天桥 过去的那个口子 对 进攻的这个进攻连接 同时酸奶290在这种位置啊 290在这种拐角很狭窄修长的地方 就是无敌的存在 所以酸奶的290就是无敌的 没什么效果 按在换一个位置 包在他自己的身上 哎 但贴近点的有没有人 酸奶的位置是不会变的 他如果要往下摸 会撞到小天盘 小天盘这边会有优势 就现在可以看小天盘架的这个位置 如果说 凤莲区这个位置 他基本上预描 是描不到小天盘这里的 小天盘这里有一枪的优势 哎呀你可以看到小地图呱呱 已经单人来到了A包点附近 而这个时候包包爽是掐着雷的 雷来了 吸氧也来了 啊 掩护安仔下包 这时候K斯队员已经围过来了 哦跑得掉吗 哦好在跑掉了 这边已经架住了 直接穿掉了吸氧 吸氧这边还在架 有小角度票这边穿掉了 安仔近点 偷手枪 补一个 拉下去 幻球奥断被Vicky直接接掉 后年 已经被发现了 那没有机会了 小天盘这手灵性的穿墙 没事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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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晚了吗 这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 胡言乱语了 加密通话 这什么 丧尸 鸣包 哎 老番重现啊 这是啊 三奶 再来 二九零 放哪位置没变 那封脸死了 快跑 真的 这主动贴到脸上就得就得掉 赶紧跑 冒马枪了 还在找机会 皮蛋头上是有一个的 但是他已经来到了这个位置 他准备反摸 他这明显是要反摸的 哎 是谁 是包包 包包这边偷了一个 金帝 包包说我不是故意的 我保证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不小心 想换位置而已 真的 这次 哇 你看我前面是不是说到 赴年这个位置 来来这个位置 他必定会先吃小天蚂蚁枪 那在上一局没有应验 但这一局当中应验了 那个位置确实很难做到这里的育苗 好男男将也把呱呱输掉 现在节奏不对了 慢打的狼队 慢打的狼队 打不过慢打的KZ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谁才是慢打的神 二边 加把鼻子面 他们要抢了我感觉 真得抢了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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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你们去抢 我觉得他们会了 我车了 好车来了 先B开一下 来吧 A的正面 B的正面 走一波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这真的还要继续慢打吗 这狼队提了下包了 而且三号位已经顶上来了 哎 怎么今天怎么回事 天呐 玩的这么刺激 这个有点 这个叫什么 皮蛋正开始在狼队当中蔓延 皮蛋行为 今天的皮蛋行为 这两个队伍都有 皮蛋这边先打掉一个偷屁股的3.2 那这个残局对于狼队来说是非常能够接受的 同时时间还是23秒钟 小奶 这个测试应该抓到了呱呱危险 你直接碰掉呱呱 没问题的 关键看这个包怎么去处理了 你要硬拆的话肯定是不可能的 而且同学还有个人在绕 别急 哎 皮蛋这一次没有叙手吧 轻松的干掉了酸蛋 空母中来 他们会直接上来的 注意点 抢中 中加币 OKOK 注意点他们直接上来的 这把我起O的 好要抢了 终于要看到正面的屏抢了 你没有想到 这张地图曾经创造过最快时间 第一局 最快时间的这个速通 没记得没错 11秒吧 我记得 嗯 但你看现在 我这个第六回合了 没有打速攻 对 这一波勉强上一个速攻 感觉就点到为止不够激烈啊 两边都好谨慎啊 就打得非常的 就感觉不想让自己队友掉了 没错 也不像高铁站了打的 3打3 转起来老安仔 回头 切局立马回头 是 其实KZ并没有在这个方向去发现这一手 反清 对 不会拆了吧 没有没有 不回头 西琴就是不回头 好在安仔 补枪及时 因为他相信安仔 对 他知道他回头就一定死 他往前跑拉开距离 290这个必定能杀他 我有仰慧 拿大鼻屎打一 咱们说 拿大鼻屎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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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大鼻屎卡进点去 好卡进点 这边应该刚刚是安仔的一波四杀吧 是的 这边甩雷 依旧没有见到B点正面的狼队 好 Vicky在N2楼见到了狼队 对 三打三 Vicky刚才这一波非常轻松的把皮蛋给带走了 这一波皮蛋要红温了感觉 真的 他现在其实 整体看他的话 运气啊 差一点 对 不是差一点 是差一点 差一点 差一点 对 时运确实 那你看呱呱其实也很难受 你看同样是打R90 凭什么对面R90杀六个 我感觉呱呱现在更多的是只想着去执行 但没有想着去提高自己的生存率 他把执行率做起来 就比如说让他去拉包点 他真的去拉 但拉包点其实由他掌握这个节奏的 他可能 太想 对太想证明自己这种感觉 嗯 安宅打掉一个 现在是一打三已经处理掉一个了 接下来要面对两名 KZ的选手 直接被BK收掉 那现在比分是一个三比四 对神秘神秘人神秘人 这个阮兵不也挺什么的 你来了 来打呃呃强把兵这边 强把兵这边 还要选择强 但是狼兵这边 让我看看 我也看一下阮兵 阮兵是谁 我看一下 我年是班小天门 你先掉了 可以 排除啊不是男将 阮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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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这一局没有想到这么的快 一九选择要去墙 二狼队刚刚想我要着下面打有安仔去偷 但是那边藏了一个人 还是有点伤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Vicky Vicky配合男将是Vicky拿到了双头 男枪再打一个 先是一个三打二 人数上面还是劣势啊狼队 狼队在换人这边 在正面换人感觉很难换出优势啊狼队 是 哎 空枪了 包包来了 那这一枪空掉之后 凤年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只剩下悉情 Vicky 先下包 小天门下包了 男将的一波 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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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啊 这个保镖 包队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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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我再去把A神秘一手 你们打A吧 来把A 直接打A吧 直接学一打一手神秘 直接说 兄弟你不用神秘了 我们直接这么打A 狼队选择硬刚B 对 直接打A 嗯 但狼队这一波A点是全都放掉了 直接下 Vicky下得很快 何乃 烟里面应该也能探到不少的信息 是的 感觉这一波狼队要遭殃了呀 不好说 皮蛋这个位置 对 皮蛋这个地方拉长的话 就能够给队友 挣脱到一定的空间 但是这个手击杀 打得包包有点没想到 踩在阳台上杀掉一个 那男将这边想要全绕后突然间 直接翻墙拿到了一个三杀 又是男将 天呐 又是男将 前面两枪我保了 兄弟 哎呦 哎呦 嗓子有点废了 再来把桌 再来把桌 可以可以 又心疼又好笑 不是的 又心疼他 又觉得他有点 有点 有点可爱 是的 没错 挡队要上头了呀 要给你硬钢 完全不怂你 这边是皮蛋 哦 刷屏 一波一换四 你看这种速攻的情况 也不算是速攻吧 然后就速顶的 跟你墙壁内场的情况下 KT是挡不住的 包包 人到A点了 但包在老家 嘿嘿 白来了 白跑 包包这个一打三 一打四 太困难了 能打一个是一个 手上还有一颗雷 凤莲在看 这位置 一旦被凤莲发现 三号位 立马就能够激动起来 细星能够立马过来 形成连线 这位置 宝宝 宝宝 危机四伏 全是人 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 舞台很大 但是 宝宝也没有办法了 6比6 我抢这里 你们抢中 你们这把抢中 抢中和他撞是吗 对 对 注意点 你看到现在指挥 确实是由安仔 全面的去负责 嗯 那他脑子里面要存的战术 以及 他的精力要被分担出多少啊 先给烟 给完烟之后 哎呦 算了 被炸掉一点血量 但中联这里 后面是在看的 并没有起居了 反而起欧等之后效果更好 是的 那起欧等的话 跟队友打 或者说去偷啊摸啊 他这个操作空间更大 他关键还能补枪 凤年 你拿到第二个击杀了 第三个击杀 但是被男将收掉了 宝宝这边也是把呱呱打掉了 二打三 其实还是有机会 因为男将还活着 OK 只剩下他了 男将一个人要变得到 皮蛋西行 加上安仔 太难了 因为他 即便也是男将 这一局真的很难啊 那男将剪完包之后 要何去何从呢 看一下他的个人残局思路 会什么样的 你往A点去走吗 还是说我先反清 从中路来先推一波 他剪完包之后 紧接着去到进攻方复活点 再绕一球中路 他其实是想绕狼队的屁股的 因为他认为狼队可能是 从这个方向回防 现在可能已经到达包点 他这边应该是要去绕一球 看到了完了 7比6 7比6 有队友就干 哎 怕他两个我蹬死了 不好补 你们再来中 你们再去中 没人立马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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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没人立马跟我说 来了 这一波KZ要顶了 凤年终于 老包 你都有收获 不乐观了 KZ好像要把狼队给吃掉了 是的 正面没打过 对 虽然G打赢了 正面没有打过 酸奶被一个皮蛋 只剩下安仔 而且安仔 这次Odan是有机会 酸奶 哎 狼队直接撤了 是的 狼队盯你 男将 马上割了兄弟 断气了 哥 还能来 可以继续 这把拉包点 这把拉包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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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手没有闪光弹 确实起效果了 那包包怎么拿到那个刷那边 再补枪补掉 这边很快 现在是个1打3小天板 一局 17秒 全都拿下 他们下面拉了都没烟的 你们很以后 我感觉有人要来管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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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把不太好帮你们了 嗯 就贝加G吧 你知道为什么赢了吗 因为呱呱换人了 你呱呱已经沉寂了很多局了 真的 刮刮线 从三杀到现在 第四个击杀 才刚刚入仗 刚刚那一波是正面换换到人了 第一枪打赢了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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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分应该是有机会了 别急 KZ还有可能性 那没了 是否还有可能性 一打三 基本不可能 呃 天蛮打一个 位置锁了 然后 两个人抱团 背身再来一个 或者一枪双杀 我觉得小天蛮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找到侧身或背身 打一个立马就跑 对打一个 然后可能还有机会打第二个 但他打完一个之后 应该是他极限了 所以现在狼队不动就行了 对 对 不要有破绽 不要把自己的 完了 这动起来了 哇这这 哎 290手这个位置没事 OK 而且两个人在一条枪线 那小天蛮没了 那要恭喜中间狼队拿下 七哥这个话说了有点 但确实要恭喜狼队 对前面那一个人呢 不看 就突然间那一手又喘 我说实话 我心里面是 有点荒傲对生活 对不知道他是不是强颜欢笑 但是看起来他心态 对他心态确实很好了 又强又C又指挥 还要调心态 我的天哪 看一下第一个点位 第一个点位 激情眼里面掉了 对你看呱呱现在 就他这个状态才是呱呱 就他现在这个操作 这才是我们认识的呱呱 我感觉呱呱马上就要倒了 真的吗 你看看 毅力不倒 再到另外一侧吧 点里面 八卦已经五杀了 还可以 皮蛋也打进去了 三杀的皮蛋 PK强势进点 配个小天盘 焦灾火力小天盘 从背后打掉了西琴 小天盘已经拿到了一个五个击杀 而紫石南将也拿到了一个击杀 在第一个点当中 现在KZ已经吃到了一个二十三分 还剩最后的八秒钟 而狼队刚从断墙过来集合 最后的四分尾分 应该是要进战到狼队的手上 是的 第一个点位大差不差 而下一个仓库的点位加握站 这里的话 KZ已经率先拿下了一小波的复活点 不过狼队可以一瞬之间 把局势给扭转过去 是这样子的 但是坏消息是 重前狼队现在的复活点 是在黄香这一块偏草垛 优势复活位置在B盗 在KZ的手上 而点内的优势依旧在KZ手上 那狼队太难了 小天盘 竟然作为队内的最高击杀 拿到了八个击杀 是的 还不错 现在反而是Viki的手感 没那么好 小天盘率先开启了中部技能 全场第一个中部技能要开启了 哦 细琴杀进去了 同时 凤莲也将点外想要补点的小天盘收掉 那18分的尾分 对于KZ来说 他们现在只有一波的机会 而重前狼队依旧在拓宽自己的缓冲区 在点里面持续的十分 这边想要进点的Viki也被凤莲收掉 四连杀了 真的纯靠凤莲一个人 把点外的人全部清理掉了 嗯 小天盘12杀 来看一下 下一个点依旧是KZ快 包包在中路车位 打掉一个也被吸星补掉 这个时候黑洞枪好了 皮蛋里面是有利爪的 有烟雾弹起了 OK 开启自己的利爪 要进点 啊 太伤了 草座这里包包没有被他清理掉 没发现 他现在KZ在点里面是不断的在涨分的 拉弓 不要跳出去 这有点危险啊 又是要让人了 别让 天呐 我真的捏把汗了替他 又是 又是防暴衣 小天盘说没想到吧 我有金钟罩 他的防暴衣都防在头上了 这要是 哎呀天呐 小天盘立大功了这一手 真的 这一手尾分全靠小天盘 这一手肉身挡 挡这个复活攻 可能是天盘的血条比较厚吧 三奶把这个点踩住 最后的十分尾分 要进入到KZ的手上了 有足够的时间给到重庆狼队上提前转移 火点并没有结束 后年拿到了一个三杀 是的 再来看一下 目前下一个点位 狼队已经率先来到了 只要后年在黄香这里架住 六杀了 他只要能架住 那KZ应该是定不了点 除非另外一则破了 就皮蛋这里 来 这现在是KZ非常关键的一波进攻了 进不了 真进不了 你看凤年 十四个击杀了 虽然天盘击杀更多 要被夹了 要被夹了 狼队要被夹了 点里只有一个人 点外也只有一个人 进点了吗 进点了 A框过来了 好像还能顶住 但是VC的这个力爪 可能要刷屏了 我的天哪 这一手KZ的血统 打出了初期制胜的效果 形成了一个合围之势 那狼队现在最后的二十多秒钟 从近三十秒钟的时候 这个点丢掉了 太伤了 那换过来说 纯剑狼队只吃了二十多秒的点 局势好像对于狼队来说 稍微点不妙 最后的尾分 也是让KZ给拿到了 第二波花园的点位 马上就要刷新了 我对鸡品啊 你看现在天蓝 包包 男将的击杀都是非常高的 反而狼队界的最高击杀 在凤年的时候十六 而凤年他是个点外的选手 没错 没错 他点外 现在也是一心想要往点里面钻 想要去把分数拉回来 不知道狼队现在沟通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行为吧 今天这边禁点 现在拿到了一个点的双杀 那这个点开始支持分 三十八秒钟 天哪 八十八比一百三十三 是 总感觉花园这里 两边都不能长时间的空下来 男将通过一个空队地 探索到对面的位置 现在 也在不断的帮助点里面的兄弟 点里面围了三个人 KZ这个点应该是要放弃了 提前部署到下一个点 那包包已经踩到了游战 来看一下这一手进攻 要去抓包包了 啊 包包把洗心收掉了 波点没有冲下来啊 同时这边旅店是有人在打骚扰的 那安仔这边只能配合队友 从后向发起进攻 小天边开启了自己的战争机器 去堵门 而安仔应声倒地 同时还要去红炸二楼 这一炮把狼队的仓库给hold没了 但是挂挂进来了 能不能进点 可以做到吗 没有做到 鸡蛋 这周利爪已经刷新完毕了 已经进点 但二楼的人还没有被清理掉 没有好多输出环境啊 他不大敢开啊 利爪开了也活不了太久 复活点抢下来了 嗯 最后的尾分 看起安仔能不能保护铁里面的队友 应该是可以吃到了 最后 有VT 往蝶里面想去做一波骚扰 但是也没有成功 不常复活点 拖拉机在KZ的手上 那这个点即将结束 现在狼队的复活点 在相对来说比较优势 而KZ的复活点来到了拖拉机 但凡两边同时进攻的话 狼队的复活点会刷到必到 来看这波能不能把狼队的人刷到必到 而狼队已经有一名选手 刷到必到是呱呱 那所有队员都过来了 点里面瞬间丢掉了 只守住了8秒钟 诶 不过刚才好像是有一个 等化枪是被打掉了 天呐太快了 往点里面走 KZ在点里面大量的吃风 安仔的等化枪 从点里面钻出来 点里面突然冒出来一个安仔 鸡蛋通过穿墙 但是男将这里并没有被消灭掉 反正点里面还出去 诶别卡 别卡哥们 这边其实已经开始有点小小的慌张了 嗯 又想打点外又想打点内 那这边是点内打完就跳出去不吃风了吗 这是什么行为 OK 那队友进来了 对是呱呱进来了 皮蛋还是主打一个点外啊 都想去点外杀人 嗯 想去点外拿击杀 可以理解的 但刚才这种情况下 但凡呱呱这里没守住 那这个点位可能又要丢 那现在狼队的话 整体采用的就是抢尾分 他不去提前空点 他就给你抢尾分 狼队应该只有两个才点位 就是西平跟呱呱 对就他俩 对 就跑出去就点里又是建里 出去杀人 是 KD这边其实不一样 KD这边基本 能优先在点内就在点内 是 KD那天拿住了点里面的优势 我感觉狼队还是点里人有点偏少 那当然我觉得如果你点里面一旦踩住 然后点外的兄弟能够完全杀出去的话 其实问题也不大 没错 点外得拿到枪位才行 但是KD的B抢还是比较急的 所以很多时候狼队没有拿到优势枪位 就已经被打掉了 但他复活了又想往点外跑 就会导致掉两波 很难受的 分数好像要反超了 得稳住 现在慢慢有点反追的一个气势 哇天妈 31个击杀 什么情况 他好像是个点内的选手 一轮点看下来啊 真的每个点基本都做到了一个 相对来说的一个55开了 对 你看凤年安仔两个点外的选手 太不要就乱杀 真的是乱杀 这个思路其实也没问题 你点外的选手只要杀的够多 那根据人数手同定律来说的话 点里面的兄弟就没有压力了 嗯 关键是得在开点的时候 或者说 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狼队的击杀是在点还没有开的时候 在转移的时候去 去制造的一些击杀 还没有转化成分数 你可以看到此时的KZ的男将 已经拿到了41个击杀了 就像赛前所说的 他突破40杀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对的 最后的尾分 狼队应该也可以吃到 KZ感觉这时候有点惯了 如果说要稳住一下的话 可能下一波是他们拿大分的点 就是在仓库 仓库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 KZ并没有任何的终极技能 他必须要扛住狼队的三波中间技能 这是关键 而KZ是否能挡得住 也决定了他这场热点能不能赢 南部都 拿出狼队 等一下 鑽奶 什么时候换上了 这个火墙 好像是把安仔的 等幻改给烧掉了 要赢 确实 你看现在复活点在狼队的手上 好像有了 这应该真有了 241分 那现在进点了 小天马来看看 战争机械 能不能守住点里面 唯一一个人在点里面踩着 是5号位的酸奶 他打掉了 天哪 再给到二楼 最后一炮 给到二楼 精准命中了吗 我的天哪 狼队不要了 狼队 狼队 习叫提前就不去下一个点了 现在是7秒钟 加开点时间8秒钟 总共现在还剩12秒钟的时间 给到狼队 提前去步防 而这个时候 Vicky已经来到了下一个点 而Vicky这边还活着 Vicky还活着开力爪了 Vicky 那Vicky的位置 完了 完了 他把皮弹打掉了 完蛋了 这里KZ可能要吃大分了 他拉缓冲区了 他很聪明 因为狼队现在手里 是没有任何的终于技能了 这个是关键点 而呱呱呱的攻马上就要好了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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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小靠地也要ca citoy 一个三杀同时还在输出 这一幕似曾相识 5点了那可以赢了可以赢了 恭喜狼队 恭喜狼队 天呐你看南匠这边 他真的好失落他好绝望啊 南匠1.51的这种评分 我觉得南匠在这赛季开赛以来 他的成绩是越来越好 他的表现越来越亮眼了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在前几天的比赛当中 南匠有战口评分高达1.7多的时候 非常恐怖 你看他跟安仔的差距